有聽到人說的話,或是怎樣跟人說的話 要是我們有受傷,要是他向我們說受傷的話 我們的處理都是一定要有理智和按照神的方式 即是說,經常提醒自己,我說完之後 到底人家會不會對這個人有負面的看法呢 怎樣能夠對方接受這個人,而不受這件事的影響 而依然祝福他 重點就是我身上,我受了傷害 我想得到人的幫助,他支持 所以有時候就不需要說人名 但譬如同工處理一個人物的時候 這是很重要的,我都會提同工 我們不要對這個人有負面的看法 而是知道這件事,我們怎樣去處理 為他祝福,而不是這件事存留一種負面的感覺 有時候有些是我們一起面對的困難 那些是要說的,而那些困難有時候包括人的 是一定要說的,不過說的時候也都是 OK,我知道他是這樣,但我又接受人都有問題的 他有這個問題,那我們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自己又要認罪,要悔鬼 如果是對方有些問題的時候 那第一,我們不受影響 第二,我們怎樣跟他相處 怎樣將來跟他溝通,怎樣處理 所以這個也是要理智 和有神的心去處理 是要小心的,怎樣說法是要小心 因為聖經說,凡人所說的 有些人或是十個人,必須要句句公出來 句句公出來 如果說,我們應該要進來 我們找到自己的心去 啊,我們要不想在這裡 兩點心去,去哪兒 你不會想到那兒 的不想到那兒 等等,你不會想到那兒 來,我不會想到那兒 你不會想到那兒 你不會想到那兒